北京时间8月14日,火箭官方宣布正式签约安东尼,火箭持了四年的钱光终于在今天领到证,跟沃神透露,火箭计划让安东尼出任期补,安东尼的妥协无疑让火箭洗上眉头,安东尼签约火箭之后, 可以肯定的是火箭今下的补强还没有结束,火箭今年二轮性梅尔顿至今还没签约,火箭多次都受的球员安德森至今还没有交易,不过从目前来看,火箭因为安东尼的到来发生一些变化,安东尼的到来丰富了火箭的进攻战术,安东尼素有进攻,万花筒的称号,目前这只火箭是按照莫雷制定的魔球理论的发起战术进攻的, 在进攻中,火箭更多的一张篮下,三分以及拔球得分,这样的得分的性价比最高,火箭最近两个赛季是全联盟拔球最多以及三分出手最多的球队,同时也是中院距离投篮最少的球队, 这样显得火箭进攻特别两极分化,特别单调,但是如果打好了能一波流,迅速拉开比分,去年夏天,保罗的到来,为火箭带来了中距离投篮,保罗的中距离极大的丰富了火箭的战术,让火箭的三分不开, 还有其他选择,上赛季乔约翰逊的到来,让火箭有了备身单打的技术,虽然乔约翰逊的进攻效率非常低, 而安东尼的进攻技术远远比乔约翰逊的丰富,安东尼的进攻武器获重不仅有被打,还能抛射,勾射,及停甲动作投篮,上篮等等, 安东尼如果在火箭出任替补,橘色,那么在替补角色中,安东尼可以将自己角色的价值最大化, 在替补中,安东尼极有可能更多的当当保罗,火箭会给安东尼一定的持球空间,也会让安东尼打无球,成为保罗入攻的对象,这样可以提升安东尼的进攻效率。 火箭更有可能为安东尼制定一定的战术,前期是在替补阵容中,下赛季,火箭的替补阵容可能有几套, 但是大概的替补阵容,为哈登或保罗加哥登加格林加安东尼安的三家内内,哈尔藤诗太阴, 这套阵容中,进攻火力最强的除了火箭的后卫线组合以外就是安东尼, 也就是说,安东尼在火箭替补中,充当进攻封线的强点,安东尼极有可能成为进攻第二或者第三发起点, 让安东尼视球或者打无球,这或许都会随着临场而应变,如果安东尼在无球效率提高, 打有球或许能吸引防守,提升对手的坚决力。 不过,下赛季火箭替补阵容,的防守是一个大问题, 同时下赛季格登的角色和地位变得更好难以揣测,安东尼会从替补打起, 这是大概帅世界,不过得安东尼表示还没有经过许练营以及季前赛的磨合, 一切都是未知数,安东尼与哪些球员能产生良好的化学反应, 需要实战实践,从目前火箭的配置来看, 安东尼只有在剔补中才能发挥最大的价值和效益, 否则在首发中能炮组合掌握球权,安东尼将彻底打无球, 这跟三分投手没有差异,安东尼职业生涯打无球并不算好, 从未知属性来看,安东尼大概率打四号位, 在德安东尼最近几年职教履历中,喜欢将球员提升一个位置, 打三号位的德克尔被提到四号位,打四号位的哈雷尔被提到五号位, 安东尼职业生涯大部分打三号位,不过上赛季在雷亭打四号位, 安东尼打三号位由于脚步移动速度和力量的缘故, 打不了三号位,在防守端,安东尼在场期间, 火箭更五号位,更多的应该会启用防守端更好的哈尔腾施泰因, 因为哈尔腾施泰因更年轻,脚步移动速度更好, 而且哈尔腾施泰因有一定的身高,可以为安东尼擦屁股, 而内内或者安德分在场,火箭的内线防守将若成渣, 综上所述,火箭可能为安东尼培制更好的客观环境, 让安东尼来球队恢复自己以往应有的水平以及效率, 特别在灯泡组合的带动下,安东尼的效率大概率会提升, 但是最关键的是安东尼自己的竞技状态, 安东尼自己的竞技状态保持得好, 这比交易对火箭是打赚的交易, 对安东尼是救手, 否则,安东尼则成为今夏一SPN的记者, 我们评论的今夏最差补强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